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会在不同的社区中心 老人院 日间中心 去做一个初步的测试 因为其实他们现在在这些日间中心里面 他们有一套很大型的 或者有个位置 专门放在这些身体或计算健康的仪器 例如血压计 心跳计 体温计 他们就觉得这套东西就比较好 而不是真的很好用 我们现在最初步的应用场地 就是帮他们代替了这一套 或者很多这些很多不同的仪器 去变成一部简单的iPad 或者甚至乎老人家自己有电话 或者智能手机 都可以用到我们这个程式 另外我们也有跟不同的保险公司 谈谈初步的测试 以及看看如何可以帮到他们现有的行程 明白 你想问老人员那边有没有 其实跟哪个机构合作 就是有没有在哪一间老人院 会推这个试验计划呢 暂时我们就会跟这个香港社团 去做一个合作 那他们就会帮我们安排哪一间老人院 会做这个试验 明白 有没有预计第一阶段有多少间会试验呢 我们希望起码10至20间 明白 刚才你也说到老人院 其实本身都是这些仪器 可能这些业养计 心跳计 但其实有没有说 他们有什么困难或者问题 才会觉得我们要改用一些更加智能的方案呢 其实说到这些接触性的仪器呢 他们本身都有很多不同的 困扰 困难的 例如 价钱是一样东西 那你升级又是另外一样东西 然后你可能 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 用一个血压计 其实你应该要量三次 然后拿那个平均 才是正确的指数 真的有多少人在做这件事呢 我就要再问一问他们了 另外就是 其实疫情期间 大家都想减少接触 减少这个密切接触 用我们的程式 就已经可以让他们去做到他们之前 可以帮到他们之前的健康监测的程序 明白 其实你们可能会是用这个程式 那就是叫做给一些老人员的员工 去量度老人家的心跳 血氧 那些数据 其实有没有说 包括什么数据 你们会量度的呢 量度之后的数据会放在哪里 其实有没有什么人会看的呢 我们现在的程式就已经可以量度到 最主要的 就是我们身体里面最重要的那几样东西 心跳 呼吸跳 血含氧 心跳变异性 和血压 其实我刚才有提到心跳变异性这件事 为什么我们会量度心跳变异性呢 因为其实我们从这个心跳变异性的指数 或者我再讲一讲 如果心跳是一个人 他的心会跳多少次 他的心跳变异性 就是每一个心跳之间那段时间是多少 其实我们每一个心跳之间那段时间 就不是一个平均的数 所以越不平均的话 那就代表你身体可能有出事了 其实有很多的专业的运动员 都已经在用这个心跳变异性的指数 去再进一步推测自己的精神健康 例如他的压力指数 他的生产力 精神健康等等 这一边的健康 所以我们现在初步和老人院社区中心合作 应该就会从这个角度去帮他们 先让他们认识到他们最简单 大家都要认识的健康指数 接着就给他们多一个功能 进一步推测自己的精神健康 另外 你认识了之后 有这些数据 其实我们就可以帮他 在一个背后的数据 去处理了每一个老人家 现在他自己健康的标准是怎么样 从一个老人院的层面 或者他们那个护士 就可以很简单地在网里面 在APP那里可以看到 每一个老人家的健康现在是怎么样 而我们的APP里面 还可以说给老人家 或者护士 其实他今天 那个指数 或者他今天认识出来 那个健康指数 和他上个星期 或者上个月 认识那些指数 那个比较是怎么样 那如果我们发现 突然间有一天 他的血压是比较高一点的 或者他推测出来的 那个压力指数是比较高的 那我们就可以做个初步的 就是给他说 你可能要和护士谈一谈 或者你今天应该 减少运动量 或者今天留在家会好一点 这些推介 明白 那这个心跳变异性 是不是主要就是 看那个精神压力那边 是的 就是有些其他病 都会看到的 其实 心跳变异性 是看你心脏部位的健康 那其实精神那边的指数 是一样东西 另外 其实都可以用这个心跳变异性 去看起来 其他的危险的几率 例如你心脏那边的危险 明白 好 另外想问 就是刚刚你也提到 说有一个是和保险公司 想着和他们有个发展 有没有气势 那个详情大约是怎样的呢 嗯 其实 这段时间呢 有很多保险公司 都想向这个 遥距医疗 那方面去发展的 尤其是他们现在 有很多公司 自己都会出一个APP 那那个APP里面呢 就可能会给他们那些客人 给他们那些客人 就是给他们那些客人 给他们那些客人 去怎么样保持自己的健康 是的 那其实 最简单的应用场地呢 就是利用我们那个软件 我们那个技术 去给到他们那个客人 另外一个 其实等于他们现在有很多 很多保险公司 会送一只APPLE WATCH 给你 或者一些智能手标 给你用 那其实我们的APP呢 就可以帮到他那个客人 去管理自己的健康 而 从一个保险公司的层面呢 他们都可以看回 他们那个客人的健康是怎么样 明白 但现在是那个接触是去到初步 还是有些合作的计划 已经是开始的了 我们现在都跟那些不同的保险公司 谈着一些DEMO 可以说 一路一路这样谈着的 明白 都想问起 其实之前你不是提到 你们可能本身那个 整个方案的最初型 是在大学的研究计划里面 那其实有没有 就是当初是怎么样去发展 整个公司 再做这些創科的发展 还有未来有什么计划 会去到其他市场 那其实初步来说 我们就 我们是 可以属于一间科大的 就是Spinoff 初创公司 那时候我们就 照着我们这个健康 体温 智能体温监测系统 去成立这间公司 那从那里我们就参加了不少的 大学的比赛 创业的比赛 都收到不同 而赢了很多 又输了很多 收到很多不同的 大机构的支持 例如这个科大的创业中心 香港贸法局 以及这个 香港科学院 我们现在的办公室 那个办公室 也是在科学院那边的 所以我们 就是 我们的技术就是 在大学自己研发出来的 照着这个 或者 从那里我们就 利用了很多不同 的资源 到现在 或者大学 政府 谋法局的资源 去到现在这个地步 那我们照着下来 其实都会准备一个 叫做种子的融资 那就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好的 是的 但是有没有 主力是做本地市场多的 那如果是海外市场 没有一些计划是在推荐中的呢 嗯 我们现在 主力是在做这个 本地市场的 那 未来 因为我们 那个产品 其实是一套软件 所以 其实 去做 这个 海外的市场 都 就是 我说 怎样去 deploy一套东西出去呢 其实都是比较容易的 因为它只是一个软件 那 其实我们最近 都参加了 不少的 这些展览 例如 这个 MWC Barcelona 那 在那里 都摆了一个 参加了 他们的 香港的 技术 香港技术展 HK Tech HK Tech HK Tech Pavilion 英文名叫做 是的 那在那里我们都摆了一个 booth 在那里的 而有不少 外国欧美国家的 partner 都来找我们 是的 所以 我们现在其实 虽然主力是在做本地市场 但是已经 有和很多不同 跟海外的 partner 在那里谈 明白 好 最后就想问抗疫 我都了解到 现在 整个大环境 抗疫也是很吃力的 但是有没有说 其实你觉得 创新科技是怎么帮到手呢 刚才也说到 其实你们 都是想帮一些 疫情中的老人员 可以减少接触 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 就是现在 创新科技 是怎么帮到手 还有其实 现在 整个香港 用科技 去帮手抗疫 其实做得足不足够呢 你觉得 要想一想 先 或者说到我们公司来说 其实一切都是 我们成立的时候 一切都是为了可以帮人 帮其他人 贡献给社会 因为我们初初那套系统 其实是 要来 保护香港 可以说 在一些关口 在一些 在游轮码头 在机场 安装那套系统 那么 接着来 我们就 就觉得 安装一套 我们之前 比较大型一点的系统 就可能 只是可以 在某一些应用场地 才可以安装一套 这样的系统 因为 要在很多人 会走过的地方 才能安装 那么我们就 从那里觉得 不如 我们 现在 就 就 推出一套 新的系统 大家 就 总之 有个普通的 的 电话 或者一个智能手机 就 已经可以 用到我们 那个 我们的技术 我们的软件 那么 其实我们 就 就 等一下 其实我们就 怎么说呢 其实 我们现在 那个 技术 都是 继续 想为 为香港的 未来 以及 世界社会的 经济 去改善 去 改善 创新 所以 我们 或者 总结 我们都很自豪 能够可以成为一间 本地的 创业公司 以及 希望 市民 可以 继续去支持 以及 期待我们 未来的发展 想问 其实你们 那个方向 是不是想着 刚才说到你们 会出过 老人家 老人院的版本 那 就让老人家 用了 你们 会有计划 出过 可能叫做 零售版 或者是普通市民 都用不到的版本 会的 会的 其实我们一开始 一开始就 没有想着做这个 在这段时间 第五波一 爆发的时候 就发现 突然间 好像 我们要做些事情 帮忙去抗疫 那 就希望我们 在这个老人院 做好那个测试之后 就是一个 会出回一个 普通 就是普通市民 可以在 App Store 或者Android Store 已经可以自己 下载到自己的手机 用到的 程式 但你怎么看 其实现在 香港人用 创新科技 就是他们去 承识这些 新科技的 程度 其实 有没有说 你们会觉得 香港人在疫情之下 他们用新科技 那个接受程度 有多高 他们会不会是 就是你推行这些 项目的时候 他们会觉得 太新了 很难用 还是你觉得 其实大家都是想试的 嗯 其实我记得 我们之前看过一份报告 是一份 智慧健康的调查 那么他就说 其实 嗯 疫情期间呢 有超过八成的香港人呢 觉得自己的健康 是比财富重要的 那么我们就希望透过这个健康监测的 那些科技呢 就帮市民一起去 就是帮助他们的健康 旅程 而积极去 去预防不同的疾病 和保障他的健康 那么我觉得 其实去用一些新的科技 或者 或者 或者这样问 其实你在推广这套方案的时候 其实那个 就是 你们 那些伙伴的接受程度有多高呢 你觉得 就是他们是很愿意用新科技 其实大家都在探索 一些不同的方案 去做这个东西 或者 其实大家都 对我们还是有点阻力的 在推广新科技的时候 我想 我想 可能 可能半年前呢 还会有点阻力 但是 刚刚第五波一爆呢 大家都很愿意去试新的东西 所以 其实 这一样是 对我们的 就是 对未来的 或者香港科技的发展是好的 因为 没有这些测试 是很难 让我们这些 新的科技公司 去继续成长下去 所以 这段时间 其实我们 跟不同的伙伴去谈 都 都听到 或者都感觉到 他们是很愿意去 无论是 老人院 社区中心 保险公司 医疗的 机构 他们都很愿意去试 这些新的科技 明白 好 这集时间多 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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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